大家好我是最難少年 如果有喜歡的影片 再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北海道神宮位於原山站 一下車就可以看到超多可愛的動物地磚 運氣超好的 以為櫻花都掉光了 沒想到一出站就看到了一顆櫻花 有來北海道 北海道神宮一定是必來的 記得如果要來參拜的話 要從中間的門進入 跟台灣的左邊右邊 不太一樣喔 參拜前先來守水測敬身 但別學我我的示範是錯的 要先左手洗完接著右手 再用左手抿一下水 這樣就完成了敬身的程序了 參拜完也別忘了可以來旁邊頭一百塊 抽一支籤看看自己的運勢如何 而我這次真的超幸運的 第一次抽到大吉耶 你們別小看我這個大吉喔 其實在日本要衝到凶的機率大概有15%以上 但抽到了別擔心 可以綁在旁邊讓生命來幫你化解 準備要走的時候看到有人買的新車 來神社開運祈福 討個好彩頭 背海道神宮的表稱道 相當的寧靜 秋天的話是著名的賞風景點喔 從雜謊坐車過來約40分鐘就可以抵達 出來車站後別急著走喔 可以搖一下這個代表幸福的鐘 一出來就可以看到著名的三角市場 如果想當一個稱職的觀光客 來小村的話一定要來三角市場觀光 裡面有超多海鮮 應有盡有 基本上都可以幫你限殺再代為烘調 整個市場內標示其實都蠻清楚的 不怕有那種買了不知道價錢的狀況 但是看了看 基本上大家賣的東西都大同小異 但是如果想吃帝王蟹的話 建議都是買這種活的會比較好喔 這間龍波食堂是三角市場的扛把子 基本上來都要排一個多小時以上 但因為要排太久了 這次就沒有吃 結果來吃了這間百年老店大和家 因為黃金粥的關係 到處都是人 大和家也不例外 排隊排了一個多小時才知道 這間大和家的生魚片跟壽司都相當有名 推薦來的話一定要試試看 店內成色可以看得出已經有點年紀 而且主要的顧客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婆婆跟老爺爺 可想而知這家店一定是很好吃喔 這個是我們點定時付的生魚片 這個是另外點特上生魚片 上來了上來了 我們的綜合壽司盤 其實這個蠻便宜的這個才3300而已 小樽曾經是北海道的金融魚經濟中心 運河將貨運帶來的貨物送進倉庫 當時的小樽還被稱為 北方華爾街呢 但可惜隨著時代變遷 現在的運河已經上市了作用 有一半的長度基本上都被填平作為道路 只剩下現在看到的這一小部分了 他在幫忙按摩耶 時間允許的話建議搭乘遊河船 買完票之後可以先去附近晃晃 那推薦4點或4點半這兩班 因為你搭乘出去的時候 剛好回來全部燈都開了 很漂亮喔 在雲河邊可以看到很多老舊的建築 清國改造之後都變文創餐廳 可以看到旁邊有好多人的好趣 在旁邊喝啤酒享受著的陽光 走著走著 不時還會遇到一些街頭藝人 像看到的這位就超酷的 藝人分飾多久在演奏整個歌曲 來北海道總是少不了特產 六花亭 如果有缺少伴手禮的話 在這邊一定會讓你全部買齊喔 各人認為葡萄夾心餅乾是六花亭的必買之一 但如果沒有要送禮 只想自己吃的話 可以買這種簡易包裝就好喔 便宜不少 但我最認為值得送的是這個酒湯 不管是包裝與內容都超繽紛 而且超好吃的 而隔壁這間Rutau也是人潮眾多 但因為台灣就有了就不多加介紹了 比較特別的是二樓的地方 居然有下午茶餐點可以吃耶 原本想上來點一份看看 但沒想到哇 直接全部收 out 看起來超棒的 可惜人太多吃不到 之後下次再來 小村自古以來就以玻璃產業聞名 而蕭子在日文的意思中就代表著玻璃 而這間北宜蕭子超誇張的 店數多到跟便利商店一樣 隨處可見 都說像便利商店這麼多間的 為什麼前面還這麼多人在排隊呢 當然是不一樣囉 這個三號館有著夢幻咖啡廳 裡面有167座煤油燈而裝飾而成 但如果想知道的話 你看這人潮應該要排上一陣子啦 店內的擺設與燈光都相當的漂亮 適合來這邊走走看看 這個北海道的雪精靈 你看有沒有像 哼 每桌燈就像藝術品般的擺放在這邊 每個都好想帶回家 但可惜有點貴啊 買不起燈 但是買了一個鼻桶回去 問了一下店員才知道 這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哦 沒有第二個 最後來到小川音樂盒堂 這個音樂盒堂 是日本最大規模的音樂盒轉賣店哦 光是裡面的種類就有400多種以上 而音樂盒堂最著名的象徵就是這個 蒸氣中 每15分鐘就會有個蒸氣演奏哦 來的時候也錯過囉 一進到店內就可以聽到 也看到滿滿的音樂盒 雖然店內都是賣音樂盒 但是有的東西你真的沒有想到 它居然也可以做成音樂盒 店內我看就屬這個招財貓區域最熱門的 畢竟招財馬誰不喜歡呢 這裡也有買門口的縮小版的小蒸氣中 從樓上看下去真的好壯觀哦 上來二樓之後有看到好大一區 都是這個小猴子 這個念蒙區區嗎 這個我是不熟啦 但是有好大一區應該是滿有名的 逛著逛著 開始就有點觀光聖地的那樣子啦 除了史努比之外還有迪士尼 反正就是大家熱門的全部都賣 回去之後逛了一下小樽借聽通商店街 這邊什麼都有賣有吃的有喝的 目標之一的小樽浪漫館 因為時間的關係結果沒逛到 真人下次再來囉 小樽真的很美 花一天的時間逛根本就逛不完 極力推薦大家來這邊走走看看哦 看完後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哦 下次見